你们看小火龙和皮卡丘 就这放在一起 就这个活力完全不一样 从你这样你还找对象 我有了皮卡丘 也有了小火龙 但是问题来了 他们两个都是小功龙 儿媳妇就一个呀 这是上次相亲的后半程 我也不知道他俩在干嘛 奇奇怪怪的 能看出来我儿媳妇的性格非常好 相亲的时候 我觉得小火龙已经体会到了 什么叫安全问题 你抽我干啥 我拿捅你们那些东西 不过就在今天 我的好大耳他竟然 他竟然退了皮了 这说明呢 他整个了 他要媳妇 不过呢 就还是懒懒咔咔的 跟你商量个事行吗 怎么开口呢 不行先把小母龙给皮卡丘 哎呀哎呀气死了 宝儿 爸给你找更好的啊 皮卡丘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给小母龙做一个母龙巢训 看不看着 散发着爱的气息 我们现在趁发包椒不注意 赶紧往里面放石头 这是卧室的承重墙啊 用发包椒把它给包裹住 我承认现在确实不好看 别着急啊 我毕竟是个造景博主啊 是吧 给它拉毛 然后就是霍泥吧 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回的造景风格和上次是不同的 这次我们要做个树洞 小母龙溜的是不得要楼梯 楼梯搞定了 我们先大体的看一下 嗯 我再放个小椰灯 平时我是不开的啊 偶尔偶尔 我们先试一下小生的效果 哎呀多浪漫 现在还少点沙 不对沙子 有那个味的吧 哎呀 这一家稀奇古怪的小玩意 恶龙巢穴 母龙之家 剩下这个给比卡丘 是不是随段惨呢 我的天 我的棉签竟然长个儿了 还有 就这大冬天呢 我这黑美人睡帘也开始开花了 别生气啊 宝 不 你哈哈我 你哈我